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片介紹時間 大家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的 Video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今天繼續和大家介紹手錶材質 今天就輪到鈦金屬 我們馬上開始 鈦金屬其實是一種合金 因為鈦的鈦就不足以成為錶殼 就像鈦金一樣要加入其他元素 令到鈦金屬其實是鈦合金 所以成為手錶的材質 亦是運用在航天和軍事用途上 而且它的特性非常強 抗腐褥、內高溫、內低溫 以及抗強酸強鹼 聽起來很厲害 當然不可以運用在航天和軍事用途 因為在極端環境內 要抵禦得到極端環境 它需要一個很強的材質 亦都被譽為太空金屬 亦都很像高科技陶瓷一樣 非常之輕便 你聽到一些五級鈦 有些品牌說什麼五級鈦 又有幾級鈦 都是太金屬來的 非常之輕便 而且亦都不容易刮花 而且亦都是親膚防過敏 某些特性跟高科技陶瓷都相似 但太金屬看上去相對是比較啞身 而且亦都看回個人喜好 所以選擇高科技陶瓷也好 選擇太金屬也好 其實是因為中標業界 都是引入一些新的材質 令到客人會有更多的選擇 一些不同的款式 因為只有卡金 只有鋼 好像很齋 有一些沾身的物料 之後都會有講一些比較沾身的物料 包括現在這個高科技陶瓷 太金屬 都是給客人有些不同的選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